很多人去餐厅吃饭 餐厅总是有开门营业跟关门打烊的这些不同的时间 但是吃不到火大了 新北市树林的这个男的喝得酒醉 跑到了牛排店晚上说要吃牛排 人家说打烊了 他竟然纵火 店门口的玻璃门被大火烧到碎掉 玻璃散落一地 还有沾有汽油的棉花 老板娘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因为晚上打烊 没东西卖给客人 牛排店差点被烧光光 我们不卖它啦 我们说我们打烊了啦 他就一下子没多久就拿汽油 但他经常会这样啊 想起店门口被放火 老板娘还是很气愤 27号晚上10点多 位在新北市树林这家牛排店 已经快打烊 42岁的周姓男子却上门说 来份牛排不要看不起我 我家有的是钱 对方说打烊了隔天再来 没想到他竟然呛要放火 过没多久就折回来 拿着玻璃瓶装汽油 点火丢向门口就落跑 还好被消防队迅速扑灭 邻居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银居说周姓男子原本家境不错 是树林当地的大地主 但这几年男子老是惹祸 与人起冲突 一不高兴就放火 爸爸常跟在后面道歉赔偿 几乎赔光了家产 成了乡里之间的头痛人物 警方事后将他逮捕 依公共危险罪将他喊送法办 中文学王成为来恩志 新北市报道